好,各位奇友大家好,那这晚期是2月7号进行的围甲联赛 由黑方锦山玉泰对战白方陈贤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还是这个非常普通的定型 包括上面双方各自挂脚之后 飞压小捡都是常规的变化 底下的两个脚呢也不例外 都是这个简单定式 然后黑棋上面飞压想顺势扩张右边 白棋呢也就没有跟着硬了 直接坚定完之后夹击破坏黑棋围控了一图 黑棋是先出头 那没有夹攻白棋的话白棋当然是拆而安定 这里的价值很大 黑棋碰上来 这手棋走的比较的有想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说白棋要是搬出反击的话 黑棋就反搬 白棋连搬 黑棋可以断打完之后打吃 看白棋怎么办 上面打吃之后 比如说压怪的话呢 黑棋底下还保留这个二路爬毁 白棋如果说打吃分段的话呢 黑棋尝一下 白棋踢出 黑棋再提 这样就先形成转换了 这个转换到底谁便宜 还要看后续的这个进程 白棋呢 又上保留些味道 右下角的话 很显然黑棋还有这个点三三的权力 实战白棋单退 就是比较保守的一步棋 黑棋再搬下去 这个地方白棋肯定是不肯断的 断的话被黑棋打吃之后再一沾 上面这颗紫被割下了 这个特别的损控 然后外面补棋的话呢 白棋也不是很好补 普通的这个跳架 黑棋以后这个两边点刺 都是先手 那白棋就团在一起 这一团棋效率太低了 黑棋周围的眼位还不错 那如果说这个吃的大一点的话呢 里面又比较空虚 留给黑棋的借用更多 而且黑棋右下角 桎梏并不难 随便走一走就能够出头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 还是先保住这个空再说 白棋忍一手 扳回 黑棋站白棋顶住 之后黑棋再压过来 那黑棋反正就是通过这里的 腾罗 把这个棋形啊 稍微巩固一下 接下来白棋选择的是扳头啊 这个棋反正不厉害 因为黑棋完全可以断 断的话 白棋也只能选择从二路打持 交换一手挑出 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 白棋二路有断点的话 像黑棋上面的这个倒虎 都是先手 因为二路这个断马上就成立了 黑棋可以爬回了 白棋还得再补棋 相当于脚上的味道 黑棋也可以再补一补 回过头来再把这颗子给拍死的话 其实这样看白棋这手扳 意义并不大 实战呢 黑棋是先往二路扳 那白棋还是应该护下来 这个角控毕竟更为重要一些 实战白棋看黑棋不断 然后又选择飞刺 自己把这个断点给补起来 这个走的 看上去比较的连贯 但是白棋不便宜 因为毕竟角控被黑棋给拿走了 黑棋底下肩顶完之后 打持白棋粘上 黑棋右边通过这个断完之后 打持气子 还是可以连成一片 这里白棋反正胜率也降了一点 接下来呢 看白棋往哪边补了 现在价值比较大的地方有非常多 比如说白棋就往二路跳一个 把这个角控拿稳的话 也是一部这个不错的棋 因为脚上就活干净了 不过会落后手 被黑棋比如说往上面补一手 这个同样比较重要 实战白棋跳在上面的话呢 那黑棋就继续压过来之后 白棋肩顶围住脚控 黑棋搬完之后 打持先手再拆边 发展这里的模样 反正这盘棋下到这儿 总的来讲 黑棋的这个棋 还算是都挺厚的 而且这个可以形成模样的地方也比较多 接下来白棋往外面这里掉一个 如果说黑棋就靠住这样围空的话呢 首先外面的先手借用很多 然后像以后白棋 左上这里的二路打拔 也是一个先手的话 其实这个边控围的并不算很多 而且让白棋这里的借用变多之后 中间的潜力也就直接被打消了 所以说黑棋也是想利用这个全盘的后卫啊 形成反击 黑棋往底下坚冲 白棋贴住 接下来这个棋 黑棋 就感觉没有跟周围的这个子配合好 那既然黑棋这个后卫啊 要发挥出威力的话 那底下干脆就再走走后算 AI的建议呢 是黑棋可以长一个 白棋爬回 黑棋贴住连回 底下还有扳段 白棋往脚上长一个 黑棋可以用最俗的这个定型 顶一个 白棋要是挡住呢 黑棋再扳 底下还是个软头 白棋还得再补 白棋如果说单退的话呢 那黑棋这里已经先手变后了 再飞压过来去攻击白棋这颗子 可能这个实战的效果要更好一点 因为一边攻击白棋啊 这个左上的模样就在慢慢的扩大了 黑棋总归是会有收获的 实战黑棋这个棋又往底下去碰啊 看上去非常的灵活 但是让白棋往上方去挺头之后啊 瞬间就感觉黑棋全盘好像也不是那么厚 就是因为白棋变后 这个后卫啊 在不断的跟黑棋相抵消 所以说黑棋这个地方去摊边上这点空的话 是滑不来的 那接下来这个AI的 这个黑棋的行棋方向啊 再次出现问题 AI的推荐呢 那肯定是黑棋还是应该往上面去贴住 底下的这点空实在是不算什么 就给白棋了 他去扳的话 那黑棋就往上扳 白棋再反扳 黑棋再扳下来 就等于说 虽然说没有刚才那么厚 但是至少让白棋脚上后手补了之后 黑棋往中间扳头 还是可以 陈一些空的 那这个地方黑棋的这个收获也还可以 实战黑棋非要往底下去钻 被白棋上面拐头 这个方向肯定是自相矛盾 然后黑棋再闯一个白棋小间联络 黑棋两颗子跳回 白棋脚上二路跳做活 黑棋再从左边这里飞出来 这个棋呢 反正看上去 黑棋还可以保持对于白棋两块棋的缠绕攻击 但是相对来说的话 白棋的压力也并不大 这个棋 白棋就算跳下去 黑棋又能怎么样 你要是压过来的话 我就从二路飞 黑棋上面这里补棋也没什么用啊 白棋还有这个二路飞 两边一飞 两边在一爬活掉了 黑棋要是脚上尖顶补这儿的话 那白棋再往上面去靠出啊 反正黑棋已经 无暇去顾及 白棋的这个 往上面去扩张根据地 这里白棋活棋应该不难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的手段是有问题的啊 实战的白棋扣押出来 这个走的比较大局 但是自己也增加了一些风险 毕竟被黑棋藏在这儿 根据地没了 白棋双一个 不断 黑棋藏一个 白棋再冲下去 这个地方 黑棋没有探控 探控的话 是走在这个斑的位置 不过比较薄啊 因为白棋这个段 让黑棋就很难受 黑棋不能探 探的话被扳下来 这里要被打穿 这个棋形就整个裂掉 探在这儿的话 白棋可以往上探 就算被黑棋跳一个分段 白棋扳先手 像上面这里 比如说三路夹 以后也是比较严厉的 黑棋吃中间这个双板凳 白棋就看清了 白棋可以反攻 黑棋左上角的后视 其实这样白棋也完全可战 实战黑棋战胜的话呢 给了以后白棋穿下来的权力啊 这个地方又能掏空 又能作影 白棋呢 还是先往外面大飞出头 黑棋跳一个分段 缠绕攻击 白棋底下 靠压完之后 脚上拐头 这个就是稍微破坏一下 黑棋的棋形以及眼位 黑棋这个地方反正搬也行 搬的话反正以后白棋 就是往三三靠住 然后旁边以后这儿有一挤 这个挤的话 右边给黑棋留下了一个段 然后靠三三完之后 再挤的话 看黑棋往哪边补 补右边白棋就往脚上冲下去 这个是一套连招 实战黑棋是扎钉 这里更加扎实一点 然后更加方便三路搬过 白棋搬出 这样的话 白棋底下基本上就活了 黑棋中间靠完之后长 白棋先冲一手 然后再沾上 这个冲 先冲的话看上去比较俗 但是是为了这里的这个刺 做准备 怕以后冲不到 能走到这种刺的话 那底下黑棋两颗子 白棋就自然吃住了 这样可以确保自己活棋 这也是一个比较细节的地方 实战黑棋连回 然后白棋先沾 黑棋断在中间 白棋打出完之后 虎一个 这块棋 说实话的话不太好杀 白棋的眼威还是比较丰富的 那黑棋小尖 想要封锁 白棋刺一个 底下先活棋 然后白棋再往中间虎一个 反正这个地方啊 白棋也不要走得太过于奔放 比如说像上面这里飞啊之类的 可能 想要回家的这个 心态 比较的急切啊 但是像这种棋眼位是会比较差的 所以说就虎一个 多走这种老虎口啊 就更加容易活棋 黑棋上面压过来啊 黑棋又在这儿把这个后视给摆出来吓唬人了 那白棋完全不需要 你走你的 我脚上就不 我直接往中间贴住 作眼 你要是这个长一个呢 我再贴住 这里白棋大不了就把这个眼瞪出来给你看 我就把这个眼瞪得圆圆的 你黑棋怕不怕 反正 白棋已经活了 这个是实在万不得已啊 白棋会 用最为朴实的这个手段去做活 实在呢 黑棋往上面去扳头 那白棋脚上反正之前不补 现在也不会再补了 赶快把大龙给逃出来 跳出 黑棋长一个 白棋再沾 这样的话 黑棋也不可能去杀了 接下来这个棋反正也没到收关啊 毕竟右上这个地方也是个位置数 还不知道怎么定型 黑棋先往底下冲 粘上把这个大关子给走到 白棋粘上做活 黑棋往上立 这个棋的话 反正脚上肯定是有棋的 以后白棋如果说 中间已经处理好的情况下 右上啊 价值很大 想做活 方法有哪些呢 首先是这个靠 靠完之后扳 脚上有棋 包括这个二路飞也能够做活 不管黑棋如何应对 都有棋下 小尖的话呢 白棋粘 拐头 脚上爬一个 扳住的话 白棋挡住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到 像白棋这里的拐住啊 像冲一个啊 都属于先手啊 这里面就可以活了 这个是直接做活的方法 那白棋二路飞的时候 如果说黑棋靠住呢 不让白棋去作业 那白棋可以这样扳 扳完之后 黑棋夹下来 然后白棋打持 黑棋立 白棋可以转身离开 沾上之后冲一个 这个棋也不能被白棋断 黑棋沾 那白棋可以把这一半给冲出来 这样白棋也可以满意 反正这个里面黑棋不补的话 永远是牵了一手棋的 那实战呢 白棋还是先把这个中间的空给掏掉啊 拐住 黑棋跳一个 然后白棋右下角沾 黑棋沾上 白棋不断 黑棋再把这个空给围好 然后白棋左上二路打拔 这个棋属实走的有点小 还不如就往这个脚上去做活 这个二路打拔 反正现在肯定不会是先手了 这个黑棋不可能再去补了 现在还有更大的地方 黑棋往左下角去跳一个 这里呢 白棋肩顶做活 然后黑棋再往右上去倒护 这个棋非常的大 这一手棋就把脚上的味道 基本上给补好了 而且这个棋子也是 最好的一个下方 白棋左上段打 然后黑棋边上扳过 接下来白棋的这个收官也有问题 这个二路打又小了 在这连续相当于花了 这个二路打拔 这个然后外面的段 再从二路打持花了好几手棋啊 只有破这点空不划算 我们来看一下AI的一选啊 是让白棋往中间这里靠完之后长 先把这个先手棺子走掉 左下的二路甲也可以走到了 因为黑棋也不可能立 立的话白棋挖站这里还有棋 站的话白棋度过啊 这个关子要稍微大一些 实战白棋二路打持 亏了 黑棋底下挤一个 白棋打持黑棋站 白棋二路小间做活 然后黑棋这个收官二路跳走的也有点保守啊 这个地方甚至于AI现在又开始要酝酿杀白棋中间 这个时候AI已经疯了啊 这个往左边断打完之后再从右边这里照过来 那确实看上去白棋也没有完全活干净啊 不过杀起来应该很难杀 AI的意思呢 是想通过威胁白棋中间大龙 然后顺势就把右上角留下来的一丝的这个余味啊 全部给补好 应该是这个意图 实战黑棋二路跳一个 非常的普通啊 白棋往中间靠完之后长 黑棋一路打持先手 粘上不断 白棋就这样往里面冲 再点刺 这里白棋的收官还是非常的到位了 黑棋粘上 然后白棋底下冷静的一粘啊 这个地方黑棋要注意 如果说黑棋贪吃中间这颗子的话出问题了 被白棋往这刺一个 底下的这个尾巴要连回 团住 不断 那白棋咔嚓一段 这样的话 黑棋整条大龙就已经被闷住了 因为右边右上在飞出的话 被白棋直接跨断啊 大师在闷头 那这个地方除非黑棋又开这个节 不过这个节基本上就是白棋的一个无忧节 黑棋这个节打起来就太难受了 白棋可以说是一堆节才 所以说这里黑棋只能这样去补棋 白棋再把中间这颗子拽回 这里的收官还是非常的巧妙 黑棋 尖顶补棋 把中间全部联络 那其实这里的空已经被白棋先手套掉了 然后白棋还是不依不饶 这里便宜到之后又往右上去沾 黑棋二路飞 白棋再断 这个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够出棋的样子 那我们看实战 黑棋打吃白棋长 黑棋再跳一个把上面的这个冲段给补了 然后白棋靠出 可以说从这手棋开始啊 这个本来走到这儿呢 如果说里面没有棋的话 这个局势差不多就是一个军事的局面 还是要拼关子 白棋这手棋开始就给黑棋挖陷阱了 然后果然黑棋从这里开始啊 就慢慢的走向了这个崩溃 这个棋黑棋不应该去贪心 应该直接冲一个就可以了 这还想怎么样 白棋脚上冲进去的话 黑棋就挡住 白棋最多也就是把这颗子给拽出来 因为断不可能 断的话黑棋打吃直接就吃通了 这个有能有什么棋 白棋最多也就是长一个 那黑棋就沾上 以后呢 白棋边上这里二路刺 黑棋贴住之后再挤一个补棋 白棋顶住黑棋站上 这里也就是白棋谨慎的这个先手便宜了 黑棋完全可以接受 那实战呢 黑棋要求全杀 把这个白棋给搬进去了 白棋接下来又往三三 靠出 其实这个地方只要黑棋应对得当的话 也是出不了棋的 黑棋就冲一个就行了 白棋沾上黑棋外面沾 边上段的话 黑棋再沾上紧气 那就看这个白棋上面这一串跟黑棋的这个双板凳对杀谁有力 白棋火一个又收气又分段 那黑棋可以先贴住之后再往上拐头 这个杀气也没什么难度啊 也是黑棋的这个气更多 所以说这个白棋其实就是在里面送死 黑棋这个时候只要不出现失误的话 那这个军事的局面可能就要变成黑棋优势了 实战黑棋往二路虎 然后白棋左边顶住 这个是大将 黑棋沾 然后白棋沾上 接下来呢 黑棋沾上 白棋再断 这个时候双方都没有退路了 黑棋先往上虎一个 那这个时候白棋还是拐头去补了一手 不能着急去虎一个收气 因为上面这两颗骑筋要死啊 被黑棋靠完之后就这样一路贴过去的话 白棋不行 这样就贴着紧气 紧到最后的话 黑棋就跳架 这样白棋是行不通的 因为冲一个黑棋站 断打的话 这个黑棋因为上面这一串只有两口气啊 黑棋是可以粘在这儿了 这样的话呢 白棋上面提 黑棋再立下去啊 这个显然上面冲黑棋 打吃 沾上的话 直接被一气闷了 这样白棋的气质不够的 这个棋静要被闷死 棋静一死呢 右上也全死 所以说白棋要拐头 先把棋静联络啊 然后黑棋连回 吼一个 白棋上面贴住黑棋在二路夹 白棋站上 其实就算下到这儿 黑棋 这个时候黑棋已经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如果说渡过的话呢 会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虽然说可以景气并且破眼 但是自己的眼位也会变差 给白棋铺一个缩小眼位之后 再往二路虎 马上有一个这个 因为黑棋不能这样去扩大眼位啊 里面有个铺结 这个黑棋只有沾 沾的话白棋团柱先手 黑棋补掉这个斑段 白棋再往一路斑 这个里面黑棋也是不活的啊 就要跟白棋对杀 这样黑棋的棋也紧 所以说黑棋实战是选择下利啊 这样可以确保自己活棋 但是这颗子没有拽回来的话 白棋以后就多了一个打吃 这个可以作严了 然后白棋往上面去二路翻啊 接下来黑棋也是意识到这个时候 可能空不太够 因为黑棋如果说 往里面去拐住的话 白棋长一个先手啊 顶住先手 然后再把黑棋的这根棍子 给这个封锁进去的话啊 黑棋整块棋 虽然说对杀比白棋棋要多 但是这样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收气池了啊 这里面以后黑棋全部得填起来 这样收气池的话 确实黑棋贴幕比较困难 所以说实战呢 黑棋走得非常的撑 走在这个一路小间的位置 但这样下气太紧 接下来白棋先往中间冲一个 这个地方黑棋也走得很难受啊 如果说站在这的话 白棋右边活一个 黑棋要防止跨断 白棋中间挖一个 黑棋左边要连回 白棋底下打持 这样的话 反正不管怎么说 右上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收气池 实战黑棋中间粘上 那我们来 最后看白棋在右上的表演 这个地方 其实白棋实战走的是打 贴住的话也行 贴住的话 黑棋要全部撑住呢 只有团 团的话白棋再打 这样同样能出棋 因为黑棋大身腿破眼的话 那白棋直接靠断啊 冲完之后打持 黑棋已经接不归了 这样白棋两眼活 实战白棋是直接打持 然后走到这儿 黑棋又认输了 因为继续走下去的话 这个棋想要杀白棋 那黑棋冲一个 还是这样破眼 白棋仍然是靠断 然后可以先铺一个锦器 再打持 这样黑棋还是沾不上 沾的话 被白棋打持 接不归 这样黑棋就直接崩溃了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 一直下到右上 这个变化之前 这个双方的局势 都比较的胶着 差不多是一个军事的局面 最终的这个转折点 就是在右上 这个地方 白棋其实 先往外面靠出 再往33 跨段 这两手棋 都比较的过分 其实都是比较损的 因为里面没有棋 但黑棋走的就比较贪心 先是吃在外面 然后脚上这里也是虎在二路 都想把这个木树走到最大化 但是最终 让白棋在里面产生这个掩位之后 黑棋最好的一个结果 就是只能选择收棋吃了 但是收棋吃的话 这个贴木又贴不出来 所以说黑棋最后也是非常的顽强 补在这个一路小间的位置 想要把这个木树全部给拿住 但是最终 这个里面以为黑棋气太紧 会被白棋直接做活 那黑棋的空就差远了 好 那这番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